好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布林肯今天的公開談話 他評論中國跟俄羅斯的獨裁 事實上威脅著全球 今天布林肯的談話 不是一個簡單的評論 而是在代表著 美國正在向全世界宣告 一個新的紀元 又要重新展開了 在1991年 蘇聯解體鐵幕瓦解之後 全球化 全球相親相愛的時代 結束了 從現在開始 美國認為全世界 進入了一個叫做 威權激烈競爭的一個新紀元 而這個威脅激烈競爭的新紀元 主要就是中國和俄羅斯 無上限的戰略夥伴關係 造成全世界他用的是 最立即的 最急迫的一個威脅 因為他們這兩個國家 想要把全世界打造成 未獨裁者 打造一個獨裁者安全的地方 包含 他們的影響是什麼呢 不是一個片面的單一的點 例如烏克蘭 當烏克蘭出了事情的時候 你看它是擴散的層面 全世界都會受到影響 因此呢 他定義 現在中國和俄羅斯 就是全世界迫切的直接威脅 所以美國呢 要開始做很多的動作 很多的狀況 加強確保世界秩序 不會受到這兩個國家所影響 因此呢 第一個 美國除了強化現有的同盟之外 而且還要串聯出各種不同的同盟 因應各種不同的一個危機 然後他認為在這樣一個歷史轉變裡面呢 同時呢 美國還要更主動的去削弱這些國家 對全世界的影響力的企圖心 例如他就要跟G7一樣 直接要搶一個全球基礎建設 這樣一個基金 然後目前是預計 在2027年的時候 灑出六千億美元 那這個東西 當然就直接對抗了一帶一路了嘛 然後另外一個 全世界開始很擔心的 就是深層式的AI 尤其是中國 把它特別變成是一個滲透戰 紅色陣痛 所以呢 也要跟G7共同開始 嚴領一個AI的國際行為準則 以及國際共同監控的一個機制 然後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不只是在外交上 在戰略上 受到了中國的一個威脅 而這種威脅呢 連美國空軍都已經直接感受到了 所以美國空軍部長肯達爾 特別出來說 目前他們統整起來 中國現在積極建軍 而積極建軍的目標 已經不是2027年能夠攻台了 而是以在美國 如果對美國可能有一場戰爭 在西太平洋擊敗美國 為現在中國整個建軍的一個方法 因此他認為 在此時此刻 美國最迫切需要的是 美國的空軍和太空軍必須立即的全面發動改革 因為他們觀察到了整個習近平這樣一個企圖心呢 就是從2015開始的專門針對美國的兩格軍種 一個就是火箭軍 一個就是戰略支援司令部 因此目標就是在西太平洋裡面對付美國 因此美國空軍司令部即將啟動重大改革 重建五個戰鬥的一個群組 而在這個群組裡面包含跟太空的一個聯繫 動員各種方式 都要有一個全新的一個規劃 而在這個整個美國做一個長期的 重新的五個重建軍軍隊裡面的部門 這樣一個狀況之下短期之內也要有立格意義 而立即因應是什麼呢 就是把菲律賓這個重要性在提升 目前呢整個阿基米洛印太司令 正在跟著菲律賓帶著他們的參謀總長 去差別去看了很多臨近台海的海軍基地 包含是離我們400公里的一個這個港口呢 擴增一個碼頭 然後重新修建旁邊的機場 而且在裡面設有燃料庫和美軍的指揮中心 就是在緊迫的時候都能夠立刻用下去 另外一個呢在整個南海的東邊 是菲律賓包含是護衛著巴士海峽 台海這邊 而在整個西邊那邊呢 跟越南更是這次拜登去 全面拉高變成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不過這裡面呢就大家觀察到了 從拜登去越南到現在 中國竟然對越南靜悄悄 中國對越南竟然沒有像慣例式的立刻反彈 因為為什麼像CNN還有很多外媒都分析 因為其實中國內部裡面也發現 過去十年裡面可能習近平做了一個錯事 所以他們結論是 現在整個越南本來就跟美國是四仇 打越戰打成這樣子 是因為中國的錯誤推手推到 越南往美國這邊靠過去 而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另外一個狀況是 為什麼習近平 為什麼整個面對越南這個真正實質上 很可能是巨大威脅的地方 習近平沒有反應呢 因為習近平有四大危機 這個是以前一個中紀委的文膽 特別投書來講 第一個呢就是軍隊 現在習近平可能是控制不住的 習近平一上來之後 他是積極的想要抓軍權 所以統計到目前習近平這十幾年來 將軍以上 習近平用打貪防腐的關係 不斷的提升火箭軍啊 戰略資源司令部 他其實動掉了一百七十個以上的將軍 可是軍隊他還是沒有抓起來 這軍隊的狀況越來越多 包含是現在火箭軍被整肅 戰略資源司令部被整肅 然後現在連李尚福 大家都還在尋找之中 再過來第二個狀況 大家也知道談了很久了 經濟 經濟瀕臨的要崩潰 所以在崩潰裡面 他內部裡面也沒有資源 也沒有財力可以處理 再來是外交 外交上從他現在 印度那邊的G20不敢去 然後APEC可能也不去 外交也越來越孤立 所以這三個事情 聯合起來 就是先前傳出來的 曾慶紅等在北戴河 是不是倒席 才是他真正最核心的危機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